徐顏谷在類似盈量級的拳賽 贏過吳小長 而許世藍的面部也有骨裂的遇傷 法醫分析出拳的人力度很大 徐顏谷絕對有這樣的能力 大頭的老婆見她老公死了 才肯說出真相 原來江少衛當時運動是大頭逼她 也因為這樣, 江少衛死了 徐顏谷這麼疼江少衛 如果她知道的話 不排除她會想報仇殺人 但是江少衛跟許世藍沒關係 那麼許世藍有四點解釋嗎? 殯儀館還有劉穎綠 還有鄧志忠的屍體 有什麼牽連這麼多人? 唐三 我們跟隨了徐顏谷幾天 他每天就是上班下班 去球場接仔, 去警局接女兒 他對那些小孩挺上心, 沒什麼古怪 他去藥房做什麼? 他去買消炎藥和膠布 上回之前那張看看 再上一張 他經常戴上他的手套 那天我們去拳館 他已經戴上這個手套 那會不會是他那天 動許世藍的時候弄傷 所以不想讓人知道 要不需要帶他回來問問 現在暫時還沒夠了, 還不行 還有沒有其他人跟他接觸過? 有, 那個人你也認識 一、二、一、二、用多點腰 一、二、一、二、一、二、繼續 我先休息一下 我真的很累 好玩嗎? 好棒 下次叫伯母一起去吧 伯母? 她弄不住了, 膝蓋這樣 她倆, 又年紀大 叫她看你來打而已 別休息了 會哭茶吧 繼續 給點力 暈倒血 對不起 只是沒消息 但你流血了 打拳經常會弄傷, 我自己教好了 可以嗎? 不用擔心 我已經在家裡 你的房子 不是我的 我已經在家裡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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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你通知我 收到請,Sir 謝謝 去哪裡 共享空間 我交給你 我們就鎖定會打拳的徐顏谷 跟蹤之後,發現徐顏谷 有去過藥房買膠布和燒鹽藥 而且他右手經常戴著手套 我們懷疑他是殺許細藍的時候 弄傷了手 有辦法可以驗到正面一點嗎? 我們在許細藍身上 驗到金黃葡萄球菌引致的傷口 分別是縱拳的臉部和頸部 金黃葡萄球菌是經接觸傷口 或者分泌物表面去傳播的 如果疑犯是有打過死者 那他的手或是工具 都一定會沾到細菌 就是說,如果證明死者身上細菌 跟疑犯傷口的細菌有相同的DNA 這樣他確認,他們有接觸過 例如拿到疑犯傷口的膠布 再對比死者傷口的金黃葡萄球菌 就可以證明疑犯有打過死者 理論上是這樣 不過實際上 你現在沒權拘捕他回來替他採證 他更加無助用提供給你 小姐 醫生,他怎麼樣? 病人這手的傷口,他爛流濃 應該是細菌感染而導致發燒 需要留意觀察 那是什麼細菌? 要做病毒測試和細菌化驗才知道 謝謝醫生 醫師 進來這麼久,有沒有聽過他們提過暫停? 有,他們說他是你的徒弟 他跟你一樣 很喜歡帶個鏡頭到現場 去現場環境回來 看完又看,看完又看 為的就是一個真相 還說受害者有公道 他為了正義,真的很執著 師兄他的確是一個好人 但是有時候越認真 反而會想起一面 或者如果他轉了一個角度去想 可能他會幫到很多人 你有什麼看法? 如果是我的話 我想我也會跟他一樣這麼執著 但是我會用盡我學過的 我想到的方法去幫其他人 如果我自己一個人搞不定 就找其他人幫忙 師兄他為了正義 他會選擇犧牲 但是我為了正義 我會不惜一切 正義 你不認同,何謠Sir? 不論如何 身為一個法證人員 我在乎的,只有發言報告 正不正義的事,不關我的事 我們做的事不是為了服務正義嗎? 難道你知道真相之後 你不會帶著自己的情緒去發言嗎? 不用客氣 這些是我們的專業嘛 何況一百個人有一百種正義 為什麼你會覺得你的正義 可以代表別人呢? 對了,中菌報告出來了 隨眼谷的膠布上 找不到金黃葡萄球菌 甚至乎沒有其他細菌 一個發炎的傷口 沒有任何細菌 有些奇怪 你怎麼看? 我雞哥呢 從拳館回來工作 大約三十分鐘的車程 我做了一個實驗 用一盞UVC燈 照著一塊 有金黃葡萄球菌的膠布三十分鐘 你懷疑我嗎? 當鄭Sir打電話給我 說他拿到長眼谷的膠布 可以做發言的時候 你馬上舉手說現場回收 本來我也覺得沒問題 但是又沒有帶這個 這個鏡頭是你每次在現場 都會帶在身上的 這個除了可以進入現場之外 還代表著每一個人的 習慣和心情 我的解讀呢 你不是主動積極 而是慌張和擔心 再加上鄭Sir查到 財行谷住的那間公園院 原來你也住過 所以你出去之後 我馬上派了Paris過來 去, 好 來吧 老闆 膠布上, 金黃毛球菌的DNA 跟死者許世嵐的完全一樣 做這麼多事, 豈不是保護不了錯哥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 訂閱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